但以礼书第十二章 那时保护你同胞的伟大护卫天使米加勒必站起来 并且必有患难的时期 是立国以来直到那时未曾有过的 那时你的同胞中名字记录在册上的都必得拯救 必有许多睡在尘土中的人醒过来 有的要得永生 有的要受羞辱 永远被憎恶 那些使人有智慧的必发光 好像天上的光体 那些使许多人皈依的必发光 如同星星 直到永永远远 但以礼啊 你要隐藏这些话 把这书密封直到末期 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 直视增多 我但以礼观看 看见另有两个天使 一个站在河岸的这边 一个站在河岸的那边 有一个问那身穿细麻衣 站在河水椅上的人说 这些起义的事的结局 几时才到呢 我听见那身穿细麻衣 站在河水椅上的人 向天举起左右手 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 说 要经过一载 二载 半载 在他们完全粉碎圣民的事例的时候 这一切事就都要完成 我听见却不明白 我就问 我主啊 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 他回答 但以礼啊 你只管去吧 因为这些话已经隐藏密封 直到末期 许多人必洁净自己 使自己洁白 并且被熬炼 可是恶人仍然作恶 所有恶人都不明白 只有那些使人有智慧的 才能明白 从废除长献祭 并设立那始地荒凉的 可赠的像的时候起 必有一千二百九十天 等候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 那人是有福的 你应去等待结局 你必安歇 到了末日 你必起来 承受你的份